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摩大王MK9189是一张4D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式机芯和脚芯加温设计里面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芯到芯的舒缓和放松 特别价优惠3499元 更送三年保修 特别加送礼品IL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事身边是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 加州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转眼半个月已经过去了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您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四项会议将在东岸时间周一的晚上举行 白宫的官员预计会谈将持续数小时 美方称会议将为未来的美中竞争设定条件 以减少两国冲突的可能性 还望就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态度 以及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沟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贴文 指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记者会上说 习近平将和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 未来战略性的问题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 并强调对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的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总统拜登今天正式签署了超过1万亿元的 美国基础设施法案 宣布为道路 桥梁 港口 还有等其他设施注入新的资金 以此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 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为41%有所下跌 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民众不满拜登的经济政策 包括不满美国出现了通货膨胀 以及供应链持续短缺的问题 外界认为拜登希望利用基础设施法案 来恢复其声望 拜登希望这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有助于建设各州的基础设施 创造就业的职位 以及扩建宽频网络等等 来看 英国利物浦当地时间星期日 发生了炸弹的爆炸 警方今天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 只案发时 一部载有自制炸弹的出租车 在医院外爆炸 司机在出租车起火之前 逃出了车厢 之后受伤送院 经过治疗后已经出院 警方根据恐怖主义法 在利物浦拘捕了4名男子 怀疑失袭的人已经死亡 英国将恐袭的威胁级别 从重大上调至严重 代表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为高度 首相约翰逊说 事件清楚地提醒国民 需要时刻地保持警惕 曾任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班农 今天就藐视国会罪名到联邦调查局自首 随即被当局逮捕 等候上庭 班农国会山庄骚乱事件中 曾经向聚集的支持者扬言 推翻后任总统拜登 国会众议院调查 今年初国会山庄的骚乱事件委员会 早前发传票 传召班农作证并且提交文件 他没有配合 随即被控一项藐视国会罪 还有另一项拒绝提交文件罪 来看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法官裁定 知名的电台节目信息站主持人琼斯 对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的受害人 造成了诽谤 并且需要进行赔偿 早前几名家长曾经控告琼斯 在节目中声称 这场桑迪胡克小学的校园枪击案 是一场骗局 控方律师称 琼斯和他的公司 包括信息站和言论自由系统 违反了法庭的规定 没有能够提供校园大屠杀式 一场骗局相关言论的有关证明文件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发生于2012年 造成了28人死亡 美国知名的儿童教育电视节目 芝麻街有了新的亚裔角色的亮相 那她是年仅7岁的Jane Yeo 叫做智英 该角色创造历史 成为了经典的美国儿童教育电视节目 芝麻街的第一个亚裔美国玩偶 她是韩裔美国人有两个爱好 包括弹奏电吉他还有滑板 这些个性都适于来自她的操作师 那41岁的韩裔美国人Kalin Kim 她在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表演木偶戏 2014年她被芝麻街工作室录取 来看旧金山湾区本地方面的消息 星岛记者李兆婷的报道 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和市府律师邱信福 周一的时候宣布一笔250万元的拨款 资助三藩市现场表演三藩live计划 以支持三藩市现场音乐和娱乐产业 该计划旨在增强社区的活力 通过艺术文娱活动促进经济的复苏 并保证在下一年举办一系列的全新的现场表演 三藩live的资金将用于补贴制作这些表演的费用 以及娱乐场所所策划营销表演的消费 这笔资金由周议会拨款 是由邱信福担任周众议员时所推动 来看星岛记者彭诗乔的报道 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和卫生局长科法斯 今天嘉奖了新冠肺扬期间服务最受打击社区 做出突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九名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社区的组织领袖 进行了得奖 其中安老自治处的行政总监中月娟 就是唯一的华裔得奖人 布里德表示 疫情期间 这些领袖们帮助各自的社区 获取了所需的服务还有资源 帮助普及疫苗 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三藩市五岁以上 符合资格人士的接种率 目前超过了80% 并评价他们是真正的疫苗英雄 通过这些社区组织的帮助 长者不懂英语和面临电子技术障碍 无家可归 或者是缺少食物的民众 都获得了更多的资讯还有资源 来看星岛记者王庆伟的报道 南湾的圣他科拉县宣布 将圣和西的县游乐场变身成为 5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游乐场 这个场地以热带丛林为主题 具有热带雨林树木 动物 甜色寻宝游戏 还有各类的玩具 以鼓励儿童来这里接种疫苗 县府呼吁家长现在就给孩子接种 以应对马上要到来的感恩节 和圣诞节的假期 让孩子们更加的安全 来看财经方面 投资者指控 Facebook脸书提交的有关其产品 可能造成损害的陈述不准确 涉嫌违反了联邦的证券法 俄亥俄州的总检察长 约斯特提起的诉讼称 对于脸书的应用程式 是否可能对儿童健康方面 产生负面影响 有误导公众的嫌疑 前脸书的员工豪根 披露公司的内部研究文件显示 脸书进行了一项研究 发现照片的共享服务 使三分之一的少女身体健康的问题 得到了恶化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菲律宾总统杜尔特 委派律师前往选举委员会 代表他登记参选参议院的议员 这意味着杜尔特将不会与女儿萨拉 一起竞逐副总统的职位 76岁的杜尔特2016年当选总统 宪法规定不得连任 杜尔特9月由执政民主人民力量党 提名为下一届的副总统候选人 但他在10月初的时候宣布放弃参选 并表示会退出政坛 来看美国记者芬斯特 已经从缅甸的监狱获释 将搭乘飞机离开缅甸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芬斯特的获释表示欢迎 称芬斯特被错误的拘留将近6个月 现在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 缅甸军方称将在稍后公布 他被释放的详细信息 37岁的芬斯特 是缅甸的一家独立网媒的记者和执行编辑 今年5月打算离开缅甸的时候被捕 一直被缅甸的军政府扣押 他上星期五被缅甸的法院裁定 违反移民法 非法结社 还有煽动罪名成立 判监11年 来看欧盟各国当地时间星期一 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将进一步的制裁白俄罗斯 指责白俄罗斯将难民推向了欧盟 以报复欧盟之前的制裁措施 认为需要向白俄罗斯进一步的施压 德国的外长马斯批评 白俄罗斯利用难民作为工具 向欧盟施压是不人道的操作 在过去几天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 欧盟方面也会针对参与人口贩卖的个人加强制裁 形容严厉的经济制裁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印度的最高法院因为突发卫生事件 呼吁对首都新德里实施封锁 但该封锁并不是因为新冠疫情 而是严重的空气污染 新德里的空气制宿现在处于400AQI 听众会上 法官命令当局停止在首都地区的道路上 进行所有不必要的外游 并关闭该地区的办公室 以便数以千万计的人可以在家工作 来看北京冬奥组委会疫情防控办公室 上周五的时候表示 两名前往中国参加测试赛的外籍运动员 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为阳性 两人都是为同一国籍的雪橇项目的运动员 已经被送至隔离酒店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采取最严厉 新冠防疫政策的国家之一 即使已经接种了疫苗 并且检测结果成阴性 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人 都必须在酒店先隔离至少两周 看一条可爱的气候新闻 美国俄勒冈州的动物园 新建成了一个北极熊的生态栖息地 该生态区被称为北极通道 拥有两个相连的大型栖息地 每个栖息地都有一个大型的水池和自然地带 本周一只名叫阿米利亚和五岁北极熊 还有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诺拉 在栖息地首次的见面 根据俄勒冈动物园的一份声明 该栖息地是通过俄勒冈动物园基金会 捐款来资助的 该基金会支持动物园对动物的保护和教育工作 节目的最后为您介绍一个湾区的理财专家冯伟伦 本人于士丹丰富大学碩士毕业 在2003年创立华信投资顾问 我们是一家美国正式注册 独立纯管理费的投资顾问 不卖产品 没有利益冲突 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我们现在有Cupertino和Freeman两个办公室 提供退休规划 省税 遗产 投资策略等服务 我们以20多年华尔街经验 助你达成安稳退休 查询电话408-725-2975 或上网ChineseAbraham.com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周一 先预祝您新的一周工作愉快 我是主播明月 我们明天再一起看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